我們知道蔡總統他到那個 美國的Foreign Affairs 那個是邀稿 蔡總統邀稿跟投書是不一樣的 邀稿是我媒體邀你 你寫什麼我會等 投書是你主動去投 不見得會上 所以可能蔡總統 連邀稿跟投書都搞不太清楚 那又是因為這個 美國的這個重要的期刊會邀稿嗎 我是很懷疑 是不是有置入或是業配 我想可能要去研究一下說 蔡總統的這種文筆 有什麼邀稿的必要 我覺得很奇怪 那這幾天 如同剛剛賓哥講的這個共機 他在這邊飛 那蔡總統的那個邀稿 顯然是之前嘛 所以今天才會登出來 所以他的邀稿跟這個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這幾天飛 看起來好像是回應其實不是 他一把倒在一起 那這個友華兄是專家 我這個野人線鋪一下 這一條斜線 就是虛擬的海峽中線 那你看這一次呢 其實他們每次在我們防空識別區 都在西南的這個空域這樣飛 但是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距離所謂的虛擬海峽中線 其實很近 他可不可以飛過來 他當然可以飛過來 去年這個 美國的那個賣萊豬那個衛生部長 那個Azhar他來的時候 共機是直接衝海峽中線 但衝海峽中線他繞回去 那如果這些 包括這一次飛了很多 這個殲-16 這是這個解放軍的這個 主力戰鬥機之一 如果他們是頻繁的 往海峽中線飛的話 或者他再往這個東北角 再飛過來一點點 就碰到海峽中線 我跟你講 就剛剛賓哥講的那個 兵胸戰尾的程度 那個就那時候就會緊張了吧 他如果飛海峽中線你還不緊張 那我也沒辦法 這麼多的架勢 當時Azhar那時候才吃幾台飛飛 大家就覺得那個氣氛不一樣 那因為這個立法院長 是國慶大會的這個主辦人 所以對尤錫坤講的 我是覺得這所謂的世界加好友 我想告訴尤錫坤 這不是在上網啦 這邊加好友 你是在這麼爛的嗎 你也好了 那蔡總統提到說 如果他呼籲世界各國要牢記 如果我們台灣淪陷的話 將有災難的後果 其實這個對其他各國的呼籲 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 觀眾朋友我們看看香港 我們看看阿富汗就知道 這種那香港的狀況 我都不要再提了 阿富汗的狀況 大家都看在眼裡 有什麼災難後果嗎 有啦 我認為的災難後果 是對阿富汗跟香港 在地的朋友 在地的香港人跟阿富汗的人 那沒辦法 可是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是沒有影響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雙十節的 這個國慶的活動 大家要了解 在去年的 蔡總統的就職演說裡面 他講那個我非常認為 應該大家口書比伐的 蔡總統說 中華民國台灣70年 中華民國台灣70年 在中華民國109年的 總統就職演說 你跟我講中華民國台灣70年 那到底中華民國是109年還是70年 當然是109年嘛 這是去年的就職演說 當然是去年 就是中華民國109年嘛 那為什麼連任的總統跟你講說 中華民國台灣70年呢 這個70年跟109年的落差是什麼 為什麼會 你是總統耶 你怎麼會講中華民國台灣70年 那另外39年在幹嘛 另外39年就是他不願去面對 他沒有辦法面對 沒有辦法解釋那另外39年是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說 這個是基本上是一個 借殼上市的概念 那網友戲稱的GG黨 就是這個台灣激進黨 其實他們把這個邏輯呢 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他們借殼上市嘛 第一招叫做中華民國 第二招呢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你看看現在外交部 其實非常的可恥啊 外交部都講中華民國台灣 外交部不講中華民國 就是很奇怪 第一步是中華民國 第二步是中華民國台灣 第三步呢 就剩台灣了 他是慢慢的給你拿掉 中華民國先不見了 剩下中華民國台灣跟台灣 然後呢中華民國台灣也不要了 最後就剩下台灣 這個就是標準借殼上市的手法 所以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裡面呢 中華民國台灣是過度的名詞嘛 等他可以過度的時候就不要了 然後剩下中華民國台灣之後 最後就變台灣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說這個是民進黨的陽謀 有啊 兄你們當年在黨外的時候 其實在講什麼 講這比較難聽 你叫做這個 這個國企叫做恰冷氣啊 那個國會員叫恰冷氣 真的黨外獨派的人就知道 什麼叫恰冷氣啊 他們不講國企 什麼國企 國民黨是中國黨啊 那都是外省豬啊 外省豬啊 要滾回去啊 他們根本不承認這個國家 他們也根本不承認這個國旗 那個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民進黨 那個才是民進黨建黨的初衷 這是什麼國家 這中國國民黨你們好 我們台灣你們好 對不對 什麼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滅亡啊 單純病人 中華民國是什麼外國啊 對不對 蔡英文說中華民國 是流氓政府啊 他們真正 他們的真面目是這樣子啊 你以為他真的愛國旗啊 他真的愛中華民國 那是假的啦 那是假的 他就是請世衆要改世衆 先用中華民國的概念 去置換中華民國台灣 你如果質疑 你就是不愛台灣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為什麼不能講中華民國台灣 連國民黨都有中常委 贊成中華民國台灣 我都不曉得那些中常委 是在幹嘛 中常委啊 國民黨都說 中華民國台灣不錯 不錯你去加入民進黨 你也好了 先中華民國再中華民國台灣 再把這兩個都拿掉 剩下台灣 你如果反對了 你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你就是紅筒啊 什麼各種 叩帽子都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這是前兩天的一個座談會 這個陳柏惟3Q 他說民進黨 又不是喊台灣獨立選上的 他說啊 喊台灣獨立選上的 是我 好夭壽 喊台灣獨立選上的是你 你在台中DHQ喊台灣獨立 那你現在要反暴言對不對 你就出來喊台灣獨立 你看看你會不會暴得更慘 然後再喊那個什麼 要用大嗎 那個再喊一喊 你叫什麼你就出來喊 你就出來喊 你也真的不是用騙的 你就出來喊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了解這個國慶大會 當然就是還是要慶祝啦 但是你說民進黨 包括蔡總統 包括尤錫困他們 是真的發示內心慶祝嗎 請你相信我 他們是假的 他們是演的 他們是要切國 怎麼切國 不過我跟各位解釋 我們台灣一年 往生的人大概18萬 其中75歲以上的長者 大概50% 人會凋零嘛 這一定 18萬的死亡的人口 我們每年 現在很多這個專家講生不如死 就是大家都不想生 不結婚不生小孩嘛 所以每年的新生兒 不見得到18萬 所以一個是死亡月出生 生不如死這樣 那每四年我們要選出什麼 為什麼特別講這個18萬 生跟死呢 因為念舊課綱的人 會慢慢離開嘛 像我是念舊課綱的 我是念的 中華民國憲法的特綱 我非常的驕傲 可是人會老化嘛 老兵不死 只是逐漸凋零嘛 等到有一天 民進黨的如意算盤是這樣 就說 你們念舊課綱的慢慢走了 然後念新課綱的那個天然讀 就慢慢的多了 然後多了之後 你們對中華民國憲法 你不認識月飛沒關係 你不認識孫頓課也沒關係 不重要 你只要愛台灣就好了 他的概念是這樣 是啊 那優正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都在大陸的監看之中 什麼意思呢 觀眾朋友講 那這樣子天然賭越來越多 那以後國民黨就不用選了 民進黨就永遠執政 有這個可能 但是又這樣我的看法 我也請大家指教 我說我為什麼說大陸在監看當中 當你那個拐點到的時候 可能就是大陸出手的時候 他發現如果整個台灣的狀況 是不可逆的情況之下 說不定就是他的時間表達動作 他對我們這邊的觀察 其實不用派什麼台諜共諜什麼都不用了 我們現在有在設防嗎 共濟這樣飛我們都無所謂 你找那些間諜來幹嘛 但是民進黨這樣子一直洗克剛有沒有用 觀眾朋友我跟你講真的有用 所以如果2024剛剛小滿講的 2024我們把民進黨下架 假如2024能夠成功的話 第一個要務 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改克剛 你克剛再不改 你國民黨在執政四年八年也沒有用 那我沒有去罵那些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他是無辜的嘛 你小學的時候就念這個課綱 你怎麼辦呢 老師就不教岳飛你是怎麼樣 你也沒辦法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你希望你的小朋友有完整的死關 正確的死關 那這個就是你的算法 因為那時候死就是沒辦法 那個洗腦實在是太可怕 每四年我算 我剛剛講一年是18萬的生 18萬的死 我四年算他100萬就好了 我是用很寬鬆的算100萬 每四年你看韓國瑜輸200多萬 264萬 你還要再讓100萬 是啊 這樣加起來就變300多萬 是啊 很難選 所以我認為2024可能是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逆轉這個情況 可能2024是最後一戰 我們現在看國旗國歌的話 那我建議蔡英文做個一件事 你不是民主大同盟嗎 沒有關係 你就透過這些國家去跟奧委會申訴 未來我們能不能扛國旗跟國歌進出奧委會場 因為東奧又要開始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會問講說民進黨借殼上市 民進黨什麼時候借殼上市 他是確戰糾巢 然後反客為主 然後呢 說他在這個地方住了稍微久了一點 他說這是我們家 就是搶戰 好 霸戰 我們可以說 他是語言在霸凌中華民國 我自己是老民進黨出身 但是呢 我沒有入黨 因為呢 我最近看了 游錫坤寫的1986 這個裡面是有一大堆的問題 當然那是歷史 我們就完全不談 但是我們現在談 目前台灣的這種狀況 各位曉不曉得 蔡英文透過外交部 你每一年 什麼投書了 什麼邀稿了 鬼扯 全部都是花人民的納稅錢 各位他為什麼要花人民納稅錢 根本不是別人邀稿 而是說自路性行銷 蔡英文常搞這種事 那佑正剛剛講到流量的事情 各位曉不曉得 蔡英文在前年 選情非常危急的時候 跟三大社群 講了一件事 就是用限制性的方式 我跟你講佑正不單是你 有 包含批判 批判蔡英文的 吳祥輝等人的網站 全部下來 況且同一時間下來 為什麼 就是說蔡英文他有這個能力 叫三大網站 除了FB YouTube 等這些三大網站 他說凡是批評我的 你就要 當然他不會那麼二直的 馬上叫你關掉 但是他會用盡各種方式 這個就是蔡英文他很可惡的地方 只不過這些說法 當我朋友跟我講的時候 那我說不可能吧 我說這個不是我認識的民進黨 過去台灣的言論自由 我再講一遍 是民進黨爭取過來的 跟國民黨完全無關 但是到了今天 他做的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 比國民黨還要壞 他是壞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說 情治單位現在對於人民的監控 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那過去呢 還要上個文啊 還要那些 現在不用了直接的 那我講這句話 那我負責 因為我情治界的朋友很多 就是說直接監控了嘛 像他 像他直接監控 他監控的 我們過去以為是手機那些 現在他懶得聽 他是直接就控制到你的電腦 如果各位有一天 你嘗試一下 打幾個敏感池進去的話 五百公尺一千公尺 就下面 電腦下面就會說 有人在看 監看 電腦下面就是一行 非常非常小的字 那現在科技發展到了這種程度 那蔡英文就是運用科技 其實我們再把它說回來好了 我們現在就是建議蔡總統 你既然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又那麼熱愛台灣的話 你乾脆你就是正名自限新國家 算了嘛 正名自限新國家公投嘛 那你敢不敢 就是說現在蔡總統 她用盡的各種方式 她在賣的是亡果乾 就是芒果乾的意思 她在賣芒果乾的話 2024會不會重演 那現在很多國民黨說 我們要把那個四連黨員找回來 我們要重振基本盤 我跟妳講 國民黨的基本盤 至少從47%掉到 少了13個百分點 我告訴你 國民黨基本盤 現在就是34%而已 就是34% 那你未來一定要靠中間選票 就跟這次選舉 那我不是批評朱立倫 為了勝選 用了那麼多的手段 那大家都是同志 你就這樣子讓大家看在眼裡以後 我想請問一句 當你的基本盤只有34%的時候 你2024怎麼下架民進的 你2024怎麼下架民進的